浙江温州市右线中共肺炎病例 官方通报称 该病例曾在北京隔离21天 白月9日核酸检测阳性 由于官方未公布细节 当地网民不买 有人在网络上补充细节 还有人说 该是平阳县万全镇民众 连夜排队做核酸检测 近期中国官媒罕见的基地刊登一篇题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旧文 并高调宣传此文作者及文章出炉的过程 却只字未提当年审阅定稿该文的 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 有专家分析 官媒此举或是党内的一些自由派 或反对派对习近平的反扑 中民党内出现空前分裂 特斯拉中国连续有车主爆出 特斯拉刹车失灵事件引发安全议题 事件近日出现大反转 网传一段曾指控Model X刹车失灵的车主 河南郑州的温先生与他人的对话录音 均称自己的车辆根本没有大问题 只是希望用舆论压力 使特斯拉对他一赔三 向特斯拉拗一台新车来开开 2019年6月9日 百万港人游行抗议港府修订逃犯条例 标志着反送中运动的开始 今年6月9日晚上 有市民在薛子山组成FreeHK灯光 纪念反送中运动两周年 新唐亚特电视总理报导 新唐亚特电视总理 新唐亚特电视总理 感谢观看